Hello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期视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颗镜头 这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个品牌叫星耀 这个品牌的镜头大家都知道是出手动镜头比较多 并且手动镜头的画质还是不错 我之前做过很多的节目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那么星耀最近也推出了这样一款镜头 你可以看到它设计的非常漂亮 它也是一款手动镜头 上面的一些标尺 可以在一些比较经典的莱卡的镜头上看到 这个镜头它的焦距是50毫米 不过这颗镜头它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光圈最大可以看到0.95 这个光圈非常非常大 之前大家可能见过什么1.4 1.2对吧 虽然说它的光圈非常大0.95 但是它体积来说 其实你可以看跟相机搭配起来还是比较协调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体积 这个是我之前经常出镜的50毫米1.1的一个镜头 你可以看0.95跟1.1的镜头 这个体积的差距是不是非常大 虽然说它还是稍微有些重量的 但是我觉得有这么大一个光圈 有些重量还是可以的 因为毕竟另外某一家厂商发布过一个58毫米 0.95的手动镜头 你可以看到它那个体积和重量 跟这个50毫米0.95比的话 那就完全不是一个级别了 并且这个镜头也非常的昂贵 价格我就不说了 但是我们新要的这颗50毫米0.95的话 不到3000块钱 2000多块钱 所以跟那个镜头的价格又比有非常大的差距 那0.95这个光圈有什么优势呢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优势就是它的进光量非常的高 相比于F1.4的光圈就更不要说F2.8光圈的那些镜头 它可以多进光两档到四档 那像我们之前在丽江拍摄的时候 那个街道的光线其实是非常昏暗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拍摄的时候 0.95的光圈就可以让ISO保持的比较低 可能到1000 2000甚至在光线稍微好一点的情况下 能够到ISO500或者ISO200 这个情况下拍摄出来这个照片的纯净度 就跟使用F1.4光圈或者F2.8光圈的镜头来比是纯净了非常的多的 很多情况下你是没有办法控制现场的这个光线的强度的 所以有一个这样大光圈的镜头呢 对你的画质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第二个它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 如果你不想提高ISO的话 它可以提高快门速度 比如说这个模特儿比较幺蛾子 他想大晚上跳起来拍一张照片 如果大家有这个拍摄经验会知道 那晚上的话一定要快门速度比较慢 才可以获得足够的进光量 那你想跳起来的时候 就必须要用高速的快门才能够锁定动作 那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这样这样0.95光圈的镜头呢 可以在不降低快门的情况下 获得足够的进光量 ISO也不会非常的高 所以呢才能在这样非常极限的情况下 用一个比较高速的快门来锁定跳起来的动作 那照片大家也可以自己看一下 那关于这颗镜头的画质呢 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 我在外面呢也用了这个镜头 拍了一些照片和视频啊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我个人是觉得的话 跟另外一个厂商的几万块钱的 58 0.95比还是有些差距的 画质还是挺不错的 就有一种虽然说解析力没有那么高 但是还是维持在一个水平 并且呢周围有一些非常柔润的工运啊 这个感觉非常的好 尤其是在晚上拍摄的时候 背景一些光斑的时候 就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有种复古的感觉吧 还是挺不错的 跟我之前用的这个51.1比的话 这个这颗镜头光圈全开就简直没法看了 所以新耀这颗0.9550 0.95的光圈全开 我觉得用起来还是挺不错的 那在拍视频的时候 这0.95的光圈也很重要 比如说有更高的进光量的情况下 你可以在夜晚光线比较昏暗的时候 拍摄升格视频 因为拍摄升格视频是对最低的快门速度有要求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看到我放一些画面啊 在环境这么极限的情况下 又有一个非常浅的景深 有一个非常好的虚化的效果 那同时有一个非常慢的这种升格的视频 这样的一个效果是非常独特的啊 当然它的景深非常浅 背景就有这种非常柔美的效果 再加上这颗镜头 它本身胶内 它其实也是会有一些柔美的 可能有些人会比较喜欢这种 整个画面看起来都比较柔美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 使用这颗镜头的话 它就可以带给你这样一个感觉 因为你使用自动镜头 是没有办法有这么大的光圈的 如果你不是特别在意这种 胶内的解析力的话 你在市面上这么大光圈 又是一个五双米的胶段 可能暂时现在星耀是一个 性价比最高的一个选择吧 它能够在这个价位上 保持这样的一个体积 和这样的一个素质 如果你对于手动镜头 比较感兴趣的话 可以考虑买一颗玩一玩啊 因为它是手动镜头 所以其实它的一些对焦环啊 然后光圈环上面的设计啊 是比较考验手感 那我在使用的时候呢 感觉它这个转动是非常的顺滑的 非常的油润 然后光圈环也是一样的 那前方的话 这边它内置了一个短的遮光照 所以觉得这个遮光照的话 如果能卸下来是比较好 我是不太喜欢遮光照的 因为它这个东西比较松啊 反正是有这样的一个设计 从前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口径了 这个镜头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挂的是一个E卡口的ATC 那如果大家需要别的卡口 比如说你看看这卡口 这是加能的RF卡口 都是有选择的 同时因为这些相机呢 它都是有五双防抖的 所以你在使用这颗50 0.95的话 夜拍的时候 它也是可以获得防抖的效果 那你只需要在相机的机身内呢 去主动的设置 你的SteadyShot的焦距为50毫米 它就是可以进行一个正常的防抖 因为它是手动镜头嘛 所以你在对焦的时候呢 要么就是使用峰值对焦 如果你开启峰值对焦的话 你可以看到对焦的位置呢 是有这个蓝色的边缘线的 我设置的是蓝 其他的相机也是同理的 都是可以用的 那么这颗镜头的话 现在的价格是2000多块钱 不到3000块钱 而如果你现在预定的话 还会有更多的优惠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在这个视频下方 放这个购买的链接 然后可以点进去